做PA PA就是他除了陰空之外 他還要爬上爬下 調燈光啊什麼的 然後那場表演 你們知不知道 在我生日那天 我的第一場表演來了幾個人 加上我媽 我哥 小的哥嫂嫂 總共五個 另外那兩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忘記是不是工作人員 還是哥 因為我從來沒有表演過 因為剛發新專輯 然後你們知道嗎 就是在這五年多來 所有的表演大大小小 我們也在很多 很大的地方 出國也表演過了 但其實我印象最深的 永遠是那一場表演 我的第一場表演 那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今天大概來 大概二三十個月 然後今天這場表演 讓我覺得 它就是我 這一系列民謠演出的 最後一場了 也就是說 這場過完之後呢 會有一段時間 我不會再唱到 這專輯裡面的歌 因為我跟風潮唱的 回憶已經到期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你們 雖然加班場 但是你們 就是這些民謠最後的聽眾 然後聽完之後 可能在一些商業演出 我還會再唱這些歌 但是我在短期之內 我在明年 會再出一張新的專輯 完全不同風格的 所以先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到時候 如果突然不唱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但是你們也要 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們就是那最幸運的一群人 因為我今天會把 最重要的歌全部都唱 然後 看到你們都滿意的 我再回家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請問介紹 我今天要唱的歌呢 就是我的歌單很隨興 那 但是我盡量唱 大家都喜歡的歌 有印象的歌 有一些比較 所謂B面 也就是所謂比較冷門的歌 但是如果我不小心唱到 其實你們多多包涵 那可能是我最想唱的 那如果等會兒 我全部都唱完了 我的歌單 然後你們覺得不夠 你們就點 好嗎 好 那我要開始囉 每一首歌你們想合的 想唱的想幹嘛 你們就自己 就讓我們好好一起享受 這個 民謠三部曲 從060到11年 這三張專輯的最終一場表演 好嗎 很高興今天是跟你們一起 度過這個夜晚 這首歌 嘟嘟歌 好嗎